大家好,我是科技熊 一个专注于黑科技数码产品开箱体验 以及使用技巧分享大不足 想必大家都已经听说了 最近的话疫情可能是有所反弹 当然我们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戴口罩 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跟疫情有关的 我们在出行的时候经常会用到健康码 或者行程码 比如说你开车的时候去一个地方 或者是逛一些超市 进一些商商 都需要看你的行程码 今天分享的技巧是教你如何快速的打开 自己的行程码 但在分享前我们可以做一个准备工作 我拿鸿蒙系统的荣耀手机来给大家进行操作 但其他手机的操作方法是类似的 当然大家可以点击右上角 可以把它收藏起来 我们肯定能用得到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的手机该如何快速的打开手机的行程码 实际是非常简单 我给大家分享两种方法 首先我们打开支付宝 打开支付宝以后 我们再搜索一下行程卡 但点击的话 我们点击通信行程卡 这个绿色的箭头 然后需要用我们手机登陆一下 我们点击同意查询 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查询我们的行程码了 但如果通过支付宝搜索的话 比较麻烦 我们点击的话 打开这个行程码 能正常打开以后 我们点击右上角 这四个点加号 大家会看到下方会有个选项 能够贴加到桌面 我们点击贴加到桌面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行程码贴加到桌面 我们比如说想打开的话 直接滑动一下 然后点击的话 就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的行程码 它可以查到你14天所带的一些位置信息 可以说是非常方便 这是第一种方法 当然行程码 我们的支付宝行程码可以正常登陆的情况下 我们再看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需要我们打开设置选项 打开设置选项以后往上滑动 大家会看到有个智慧助手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再点击智慧语音 需要把我们的智慧语音属于一个开启的状态 大家可以看到有语音唤醒的功能 我们需要点击语音唤醒 先把它开启 开启以后 比如说即使你手机是在锁屏状态下 或者是在其他一些屏幕的状态下 我们就可以用语音助手来打开行程码 你好悠悠 在的 打开行程码 好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通过语音助手也可以直接打开行程码 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 这样的话我们在出事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 大家可以点击右上角强烈推荐 把这个使用的技巧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大家分享完成以后 我给大家做一个行程码方面的一个知识方面的一个拓展 相信好多朋友可能遇到过这样一种情况 比如说我们在打开行程码的时候 行程码的话会出现带新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我们去过的地点 比如说是有一些疫情的区域的话 它会带新号这些新号该如何进行消除 实际也是非常简单 它只保留14天 14天以后有带新的地方就可以直接消除 如果没有消除的情况下大家可以致电 然后的话一些客服电话也可以直接进行消除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可以说非常实用 看到的朋友可以点赞收藏 把这个实用的技巧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好了朋友们 手机快速的打开行程码这个技巧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可以说是非常实用 看到的朋友可以点赞收藏 我们可以点击右下角可以强烈推荐 把这个实用的技巧让更多的朋友学会 对大家肯定都有帮助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